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终于打开今季胜利之门 刚刚在帕马地马场 跑完八场的菊草野菜 今晚都挺热闹 可能也是推动这个 年费入场 夜经济 不用钱入场 啤酒又便宜 很多朋友都进去照热闹 这个机会一直到12月 都不是说只有一次半次 玩法两手马仔 原来都挺过瘾 可以看看明星拉图 这个很重要 今晚又有明星压阵 结果还在明星旗下 还顺利赢出 是的 变成挺丰富的 入场的时候 都有很多第一次进马场的人 沿途说 第一次进来 都吸引到不少的马蜜入场 也好 夜经济也是一件好事 有些朋友反正有空 又免费就进来看看 看看就发觉会挺过瘾的 是的 有得玩 有得捱一下 有些马跑一下 这些事情 没有那么多机会 可以看到的 今晚就跑完八场赛事 布文的成绩都继续好 他真是厉害 一开场连赢三场直落 他的骑工 如果要发挥出他自己的水准 而马的实力配合的话 其实真的 潘顿要赢他 越来越难 其实我都觉得 他很少发挥不到他的水准 有时他就重磅 赢不到两磅 真的 是的 那我们先看看成绩表 今晚的成绩表 其实布文很厉害 一开始 已经一口气 连赢了三场 布文 骑斯王都好像 带了一半落袋 至于潘顿 接着也有马赢 另外田泰安 希威心 何扎瑶 今晚就打开胜利之门 美虎 田泰安 田泰安都是赢了两场 但布文赢了三场 至于列马斯方面 方家柏 继续有表现 赢了两场 吕建威的肩膀还未断 方家柏 如果15倍起肩膀 他是春天 那天也出现了 那天两个这么冷 今晚的练马斯王 他拿了48分 真厉害 我们再看今晚的形势 跑道今晚用D欄 似乎在开边追的马都不错 入到直路 扔出去开边走的马都不错 反而捐里面好像位置比较多 但是今天的一档马挺好成绩 其实 有位置的多 带头的马就不多到的 位置 带头的位置 带头回来赢就没有了 看看 有五场的马都是走外跌的 中跌也有两分 那里面走内栏呢 只有一只 下半场就压了地 更加外面后追 除了早这场次 你排在后也不太好 不过压了地之后 好像有些变化 不如看看头场 不过今晚有两场出马都比较少 头场有五班千八米 这场就是其中一场出马少点的赛事 只有六匹马上阵 起步的时候 热门的神州飞区起步起步 起步起得很好 内档透出了一点点 是不是他带头呢 当然不是 因为外档有马想走过去 又在其成 因为外面的赤子鸿心 看多阵你就知道 在赤子鸿心内側的最多幅 其实都是想抢钱 这里搞不定 暂时被赤子鸿心切了 后面的红衣是恒进之堡 包尾那匹 暂时就风烟再起了 转第一个弯的时候 去到马房弯的时候 赤子鸿心 结果没有马放之下 他带出来 最多幅有点在额挡撞撞撞 现在算是稳定了 上到第二位 帮他走外跌 帖蓝第三又在其成 二跌第四 恒进之堡上一些 神州飞其实起步快 结果现在已经去到 什么位置 还有一内栏被困 包紧未暂时 还是风烟再起 转到对面 还有900米左右 回到终点 带头的赤子鸿心 带头就一半一半 下降带头就不太好 半岛走上来好些 暂时都要先带着 首席位是最多幅的 帖蓝第三又在其成 二跌第四恒进之堡 神州飞区暂时都先困 看到报名 可能会知道马兰 这里配置他两边 看看他 包紧未还是风烟再起 田泰安都开始其内 开始转让和苑湾的时候 赤子鸿心暂时还带着 四分三个马位 至多幅骑走得挺顺 这里似无似样 帖蓝第三又在其成 暂时困住 风烟再起 田泰安式骑发一 转到外当先 和恒进之堡一起出去 神州飞区变得爆味 但这里突然打开了一个位置 进来直落的时候 前面赤子鸿心走不走 暂时被右向其成黏住 外当上来 风烟再起 但中间的神州飞区 把握到的位置 最后百多米 中间的神州飞区 这里已经出头了 风烟再起 冲了一段后 也没那么厉害 内当的右向其成 都是熬的 故障第一名 神州飞区终于打开胜利之门 风烟再起第二 第三名又在其成 第四名是赤子鸿心 神州飞区 打开胜利之门也是合理的 不过那只风烟再起 这场跑得挺热的 其实这场 六只马也要这样转弯 还有很多意外 是的 一开始已经有点逼劫 这里至多幅 可能有点逼劫 有点逼劫了 变成了它等到包尾 等到包尾 等到包尾 一会转弯再说 赤子鸿心 是否这样跑法 望空左也没那么好 他真是大小急 他是中断法力 他不是自己放旧 他不是自己放旧 因为今天在梁上圈 看到他也是 比较活跃一些 生猛一些 出来后 变成了武马姐 回到来就不太强 梁上圈已经有点汗了 风烟再起 一直都还在尾 看完头场 天坦岸是否很窄 想着这么多意外 你知道他也挺江手锋 一个骑士 但他进到Q 都比影都没有好 他进到Q 其实很厉害 第一次曾情千八 跪初 还未开戏 还要转大弯 其实 我觉得是超水准的 马的演出 看来他自视不低 因为赛前 即是临开集前 那些独人飞就很硬 还有田坦岸 骑士王乐飞 落得很厉害 开始了 这里就快要入直路了 这里就订定出去 然后又被人顶出一点 行准之宝就帮助他一把 应该是艾少女 突然间突然打一边 右手边 最多一股整个皮都出去了 真的没命了 那里有没有手尾要跟进一下 暂时看起来又好像没有 那里有些干扰的 反而只是早段有说赤子鸿心 黄金机会出头 这只神州飞驱 看看分段时间 头段13秒92 第二段22秒94 对三段24秒1 第四段24秒24 没段24秒22 总时间1分49秒42 其实这些传统智慧 季初你跑的所谓长途 1800以上在香港算长途 一般要有1800以上气量的马 才应付得到 所以你说那些有响其成 有响其成少女 跑过1800 不过就跑过一次 封烟再起 这些正常来说 那时候是值得点的 但是现在封烟再起 跑到这么舍 就转大弯回来 都紧败输半个马位 这一马的能力真的 不要看少 是啊 看他 因为始终都是转过来 高东尼没多久 其实你看上手 马一路跑 一路跌一些榜 但是过来高东尼 你见那些榜一路升上去 我想这些马 现在才开始用得到 看来这一个分 还挺有好处 他两匹这个坐椅 好像都是现在才来 之前都不是太多 给你看过 反而神州飞区 上季尾开始 一直持续到现在 头就出了 不过这场马 在祭遇上 和大致的发挥上 都是跑得正好 究竟能力是否真的高 赢了马又要加些榜 35分 可能加5分 6分 如果加6分要升班 这个有点疑问 如果看这场 当然是封建再去的 可能也高些 不过是精班 下次是未必碰到头 其他就 最多福那里 比较隆 但是中逆离 才是被人警告的 中逆离 被人警告 其实他被裁定 不小心拆棋 不过今季 有些新例 虽然不小心拆棋 但是影响程度 不是很严重 都是予以谴责 就不需要停赛 停赛不罚款 其实是寄了分 但是就下了纪录 下次就没有了 良好拆棋的纪录 好了 看第二场 四班千二米 今晚就有两组 好 这组就先走了 这场是第二场赛事 起步的时候 最后慢了一点 初出的是春风万里 这马真的要全程留意 他怎么跑 出得最快的 都是上较快点 内档木火同名 外档进宝 和白衣 一直在咳起来 还有这些勇趣 然后某群中间 威马先生 闪耀将神 起步不错 今天起步第六位 反而起进之星 起步论尽点 去了后边 春风万里 快跑回来 然后他还天天掌 有心有盈 包紧味变了 上大石邪波 前面上较带出了多少 进宝 来到二碟 守住他 帖蓝 木火同名 走着三碟 涌出去 中间还有威马先生 然后起进之星 上回第六位 内档的闪耀将神 暂时困住 在他后边 春风万里 然后日日掌 有心有盈 这里好像打乱 这里失失平衡 包紧扔出外档 竞进天下 进来直楼前面 暂时上校 戴着头 进宝上来逼他 内档的木火同名 没有位置 中间有什么马上来 闪耀将神 留意内档的春风万里 他也没有位置 最后百多位 前面上校还未被人过 进宝已经过得到 后面的马 逐步上来 木火同名 中间的春风万里 外档的闪耀将神 他最第一名 进宝到先 报名又赢了一场 春风万里结果内档 拿了第二 木火同名第三 上校第四 春风万里 根本这场已经赢得了 起步包了尾 等一等 看着在内档上摄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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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到过了终点也没有位置 势很厉害 当然是拼他这一场 特意试集不让你看 试集不让你看 的才要特别留意 他给了你看一次 之后再试一次 不让你看 前那部试集好看 试集就爬出来 赢10个马位 那些未必好 压着压着压着 不让你看 才是好事 报名都挺好彩的 就投了一兩場 剛才那一場的神州飛驅 扔了一些馬出去 其他馬變成漏了空位 今次那個喜盡之星的搞物呢 巴度那麼貴 上次已經剩一隻了 一幾天沒有上班 這個位置就是因為那隻 有心有型的失去平衡 完全撞到 是他自己有些外閃 所以回來之後要試襲 轉彎路程合格 有粉紅帽那一隻 內蘭哪有位 到過終點都沒有位 幸好是木火和明酒出了一點 才能撕到一個窄位 這個位置很窄 他這裡硬撕上來 其實一直都不能下邊 木火和明酒出了 他哪有跳 木火仍然在封他的位置 看看第二名張上了 第三名 其實真的很近 看看分段時間 頭段23秒44 第二段22秒37 末段23秒79 總時間1分9秒6 田塔安這場真是放虎出山 不如我們看看羅富全的訪問 他贏了一隻進寶 這場 是呀 因為他上一季 第二場贏了 上了三班 就好像少少 差一點 下了四班 他怎麼都會好一點 今次找到報名口 而且他重磅一點 檔位是開一點 今次我想贏 那關鍵也是有騎士 很難看到這些騎士 你見到他 我最初以為他輸了 拍著別人的時候 他都是上了來 然後好像有少少 不是一下過 一下過得到 然後轉轉邊 打左手邊 然後就直接飆上去 這裏真是騎士的分野 我們剛才看到 木火和明本在進寶內側 他封住了一隻春風萬里 然後他抽到進寶外側 然後他的賽後 原來想告他進寶 不過發覺看完片 又不足夠理據 董事看完 又發覺不足夠理據 所以沒事 但如果他不是這樣走出來 都幾難有位 春風萬里 我想大約恐怕死到 第三也沒有 進寶就告他不到 因為他那個跑線 一直都沒有改變過 他是走直線的 只是他不夠位 這次就不夠穩 但你說他不夠穩 他拿一條Q 因為前面那些 因為不單止是木火和明 他外面還有一隻閃耀將神 兩隻馬是壓得很緊的 如果不是同時移了出去的話 春風萬里 一路可能是騎不到過終點的 本來可能木火和明等的位置 還可能是第二 現在變了他自己第三 春風萬里上來了 當然 之後要留意的都是春風萬里 這些馬 已經揭了少許東西給你看 這些馬都很有用的馬 其他熱身的馬 這場威馬先生那些 都沒有什麼看 我想不是很聰明的 這隻馬 沒有殺仗 很均促 勇趣外諜 閃耀將神就好了一點 這些馬 希望可以維持進度 看這場馬的狀態 應該還未十足 上季初第一場 閃一閃就近了 但是跟著幾場跑得很頑皮 希望今季不要這樣 不過那些是轉路程的 希望在這個路程 如果繼續發展 應該也有些機會 好了 先看兩場 回來再看